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他一生粉末生涯 如今千华落尽 他既传承又叛逆 身后山花浪漫 《中国文艺》 与您一起缅怀 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世纪 2016年5月8日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世纪 因病在北京逝世 享年83岁 李世纪作为成派京剧的代表人物 一生献身京剧 他的去世 无疑是继美宝九之后 中国京剧界的一大损失 成派是个性极为鲜明的京剧流派 唱香优越婉转 韵味醇厚 深受戏迷喜爱 是由四大名单之一的程彦秋先生创立的 而李世纪和京剧的缘分 与这位艺术大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33年 李世纪出生于苏州的一个大户林家 受家人影响 自幼便会演唱《与企界》 机缘巧合 12岁的李世纪 见到了程彦秋 因长相酷似程彦秋 有人建议程彦秋将其收为异女 第二天我去念书去了 回来是放了学 回来以后下午四点钟到家 我们家里很紧张 我父亲母亲都很紧张 为什么呢 程先生来了 艺术大师 程先生来了 他说来收干闺女来了 带了一些礼物 他说我不知道收干闺女 应该是带什么礼物 他说我问了一下 知道给我带了两个银的饭碗 两双银的筷子 还有一个金的镯子 他说干闺女 应该带这些东西 我是问了人家的 那么妈妈很紧张 爸爸很紧张 马上就那个顺心磕头 趴在地上磕头 至此开始 李世纪的这一生 都被金剧装满 学系的生涯一帆风顺 程彦秋每天 在李世纪放学后 都会教他练功学习 教学异常严格 老师手里拿一个红木尺子 这个尺 他如果你错了 他就你的手 放在那个红木桌子 那个尖上 这么搁着 然后看一下 这手心都不疼了 手背后都疼了 所以一看着尺子 我就用了 在程彦秋的安排下 李世纪还得到 多位名家的指点 打下了扎实的 金剧基础 被称为 小程彦秋 但是 此时的李世纪 还有一个心愿 就是拜程彦秋为师 这一要求 却被程彦秋 以戏斑式个大染缸为由 一再拒绝 一个寒冷的冬天 李世纪亲自登门拜访 希望义父能收自己为徒 就在那里等 一等等几个小时 程彦从那个洋车上下来 那个时候 一直是黄包车呀 他也看着我 头上是大雪呀 他也很感动 他也看看我 谁说不出话来 我说不出话来 我上次堵住了 完了他跟冷门 他就进去了 我真是很伤心 受错后的李世纪 反而坚定了 投身京剧的决心 1953年 20岁的李世纪 放弃了上海 第二医科大学的学业 和被程彦秋玉 为三剑客的 唐再新 雄成旭 敏兆华 一起组建了 李世纪剧团 开始巡演 但因为是个新人 李世纪的这次 倔强尝试 终以失败告终 那是很难 一晚上演出 很多很多的钱 而我出出毛鲁 卖不出票去 对不对 每场戏 多赔很多很多钱 后来我家里赔钱 赔不起了 就把我带回去了 后来受程彦秋的请求 京剧大师梅兰芳 亲自向李世纪传授了 霸王别姬和贵妃醉酒 两出经典名剧 并先后与马连娘 谭甫英 求圣荣等京剧名家配戏 合作演出了桑元慧 三娘教子 朱恒记 沈头赐汤等剧目 李世纪逐渐在黎原界 站稳了脚跟 虽然戏学得顺风顺水 但李世纪心头 拜师的愿望 始终不能达成 1957年 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 在莫斯科举行 李世纪作为中国曲艺界代表团新秀 入选中国代表团 临行前 周恩来向李世纪许怒 回国后 他将亲自为其主持 拜承燕秋为师的仪式 他问承先生 他唱得不错 好吗 承燕说他唱得不错 他是你的徒弟吧 承燕说不是 他是我的干女儿 那么总理说 那干女儿跟这个 徒弟有不同吗 他说那当然不同 名分上都不一样 那徒弟就是 那么他总理说 好啊 我周某人 来请客 让李世纪 拜你为师 然而李世纪最终等来的 却是承燕秋 去世的噩耗 未能拜承燕秋为师 成为李世纪一生的遗憾 你想了 都几十年了 都是 马上就要得到这个 都是破灭了的希望 马上就要付诸现实了 来这么一下子 受得了吗 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 李世纪义不容辞地扛起了 成派大旗 早年的演出中 李世纪很好地传承了 承燕秋的一波 无论在唱腔设计 还是人物塑造方面 都严格遵循着 承燕秋的传统 虽然失去了拜师的机会 李世纪却在多年的演出中 渐渐领悟了 承燕秋的艺术精髓 就说在这个 波斯科这个期间 他教我戏的期间 我最受启发的 他的精神 他给我说 叫做《冲归梦》 从前这出戏我学过 嗯 北九长 都想起 或是情敬 已经很美了吧 但是让我老师再教的时候 连我自己都吃酒 这就是大师 陈彦说 要唱出他当时的感情来 他是这样唱的 北九长 秋长 他把巡派的东西揉进去了 我也领悟到到老师的城墙 怎么深入人心 他的精髓所在 我今后的路就应该 顺着这条路来走 1979年 李世纪主演城派名剧索琳囊 重新登上舞台 尽管十年浩劫 夺去了他艺术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 但是他光彩依旧不减当年 这出重新排演的索琳囊 让城派京剧呈现出全新的气象 他改革了很多唱乡的改革 位队改革 服装改革 化妆的改革 就很多我们看到的戏 比方说索琳囊 那种一堂红的服装 那都是李老师改革的 以前程先生是白腰包 然后他觉得结婚 洗衣服可以穿一身红 那现在很多演员都是继承了他这个改革之后的这种形象 索琳囊是程燕秋的代表作之一 李世纪突破传统 改变了程燕秋原剧中的沉郁哀婉之感 将主人公薛香林 善良 通达 悲天悯人的形象塑造得更加丰满 索琳囊也因此成为李世纪京剧生涯中最有魅力的一部作品 时至今日 索琳囊仍是最受欢迎的成派剧目 寅宁囊仍是最有魅力的一首歌 《小人》 我没讲 通过一只城河 当它分析 当黄草满的美丽的香 我的世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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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进去 我更好多航腕 不舍不离开春养去世 欢有吗 也明知里里尘存 花花妖娜 痴情怜不严谈 不与怀 双口转发 宝柴 穿汉 穿汉 花宝与花汉 这男儿随随时 顺孤寒煎黄 李世纪对成派唱腔的改变 遭到了一些传统成派戏迷的批判 认为这是背叛经典 面对反对的声音 李世纪继续着自己新的尝试 除了金虎 金二虎 悦琴这三大剑外 李世纪又加入了声的元素 这大大丰富了成派京剧的艺术感染力 我一看你结练花 那就是够新的 当然你听着它还是成派 它大的圈子还在城外里 他大的圈子还在城外里 我一看你一个人 我一看你做梦 他既是成派的继承者 又是成派的叛逆者 而他对成派京剧的改革 却离不开他生命中的 另一个重要人物 他的爱人唐再新 唐再新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作曲家 他曾为程彦秋操琴 并为马连良 谭富英 张军秋等多位名家设计过唱腔 显示出他高超的艺术才能 而李世纪所有剧目的唱腔 都是由他设计的 李世纪天赋亮洒 阴郁宽广 他和唐再新 对一些成派剧目中的唱腔 进行了加工润色和修改 将成派唱腔表现得更加丰富细腻 呈现出清新流利 明朗洒脱的成派新品 不论是锁琳囊 还是文集归汉 晨三两爬堂 李世纪的喜 从咬字行枪到故事人物 都饱含深情 令人回味无穷 这当然与成派艺术有关 但其中更饱含了他人生的坎坷 2001年 李世纪的唯一的儿子唐敦浩 因车祸去世 这也成为李世纪人生中 无法弥补的痛 看他的摆布一看 七苦流血 我两个亲人 一个是陈恒 一个是我的儿子 我亲眼叫他 这两个人都是七苦流血 面对人生的这场变故 70多岁的李世纪 不得不担负起养育两个孙女的责任 而丈夫唐在心也一病不起 不再拉琴 那个时候那种痛啊 李老师拿语言形容不了 他太好强 他不愿意别人看见 他眼泪哭他也不白点哭 他也是那时夜里两点钟 他起来坐 坐在那个客厅里掉眼泪 就是他不愿意别人看到 他那个特别脆弱那一面 他这一生也是太坚强 坚强地让人心疼 那人他总说自己 我就是鲍尔克扎吉 那总是我是钢铁链中的人 我家一个保姆跟我讲 他李老师啊 我发现你啊 最爱艺术啊 你要去唱啊 是 虽然我儿子没有了 我心里老想的是我 在台上唱的那些东西 2006年 在唐再新作品演唱会上 李世纪再次唱起这段 和丈夫唐再新 共同创作的金歌 蝶恋花 打理书衣 李世纪 李世 7 李世纪 李世纪 李日纪 李世纪 李世纪 2007年 唐在心去世 有人说 李世纪个性中透露出的那一份高贵的古傲 是用他的坚强和刚毅做底色 李世纪将那些难与龙眼的欢心与不幸 都压在心灵深处 并且转化为艺术与生活内在的力量 舞台上他只要在荧光下 他这种忘我的精神 这种艺术的执着 他会把他病痛全会忘掉的 他是这么一个人 失去儿子和丈夫之后 李世纪演唱的最多的唱段 就是这段《文鸡归汉》中的宋儿女 上青铺丝 好青黄 因为糖尿病 李世纪身心俱损 不得不告别他所钟爱的舞台 早在1995年 李世纪在一次演出中 就因为体力不支 晕倒在舞台上 他不得不开始面对 岁月的无情 天气热的简直是不能再热了 我答应了 我就应该去做 那个汗下如雨 那时候我不知道我有糖尿病 唱到最后 我应该去换服装了 我突然觉得有点晕 上不去了 我说我要休息一下了 我不行了 我不知道是低血糖 我也不知道我有糖尿病 都不知道 我就趴了 趴在桌子上 可是我不知道 我就过去了 我不知道了 失去知觉了 不能在灯台演唱 李世纪将心血 都花在了学生 和自己的弟子身上 他的心中 有一个夙愿 不愿京剧舞台下的观众 都只是白发苍苍的老者 辛辛苦苦搞得这些年的艺术 能够永远永远的流传下去 所以我现在就是这个态度 凡是爱成派艺术的 愿意学的 真正的把它努力 在舞台上表现的 我都没有救 希望就是一个目的 让成派艺术 永远流传下去 刘贵娟是李世纪收的第一位徒弟 从1982年与恩师相识 到1986年拜师 如今已有34年 在相识过程中 刘贵娟得到了师父的悉心指点 师父对于成派的创新和教诲 始终让刘贵娟鸣刻于心 在开始教戏时就告诉我 你不要违背了 自己的生理去演唱 就是你是女的 程先生是男的 我们就是要根据自己的 这个先天的生理条件 这样的话呢 对你的艺术会有长久的 这种一种考核 你不容易把嗓音唱坏 你这样能够延年 另外你的声音很漂亮 吕阳是近年来活跃在舞台上的 成派新秀 回忆起当年的拜师经历 吕阳气不成声 因为老师不喜欢 像以前的那种形式 跪低一些磕头 吕阳千万千万不要 不要不过磕头 他说你就鞠躬就好了 我是非常尊重老师的意见 他学的怎么好 我就怎么做 可以说在拜师这件事上 老师对我是额外的严格 可能也是在考验我 也是在激励我 希望我不管到什么时候 拜师也好 不拜师也好 吕阳 你一定要好好地传承 好好地把成派艺术发展 晚年的李世纪几乎失明 周围的朋友和学生 送的礼物最多的就是放大镜 他这个放大镜都不知道有多少个 不同的这个用坏了 我们再去给他买 或者朋友赠送他 都是看着镜子看着剧本 这么细致地来跟我教我们戏 他说海燕你这么近的距离 我都看不清你是 他严重的是海燕吧 他是用在听觉在跟我交流 其实大家看到的是台上的光彩 他每次的清唱演出 在晚年的这五六年里面 都是我在家里给他化妆好 然后跟这个就是说 司机刘先生我们一起配合 然后从家里坐轮椅到后台 甚至还有的观众帮助 抬过轮椅进后台 可是只要他从轮椅上起来 扶着我的手 我搀扶着他 一走上舞台 他马上又是一个 关注心目当中的李世纪 在2015年国家京剧院六十周年的演唱会上 李世纪不得不坐着轮椅演出 我呢 腰椅盘前两天碰坏了 扭了 腿直疼 但是呢 我想了 我们小的时候 到谁过生日了 一定要点两个蜡烛 中间一个香炉 点着香 今天呢 我的两个学生个子都很高 等于两个蜡烛 我呢 像一个香炉 但是我们就用这个形式 来庆祝 我们国家经济院 六十之岁的生日 希望大家能谅解 这次演出 李世纪再次唱起了 《文集归汉》 《文集归汉》 十季老师走了 他的弟子还很多 我相信 大家一定会把成派艺术 乃至京剧艺术弘扬 在这里对李老师一份缅怀 我们用我们今后啊 对成派艺术的这种传承和弘扬 做出我们的努力 如今 为京剧奉献一生的李世纪 千花落尽 但是成派京剧艺术 在他的努力下 却繁花似锦 这才是人生难于了 不想团圆 在今朝 回首凡乎而不 不妙残身一仙 不尽头流 按花瓶 小铁销 小铁销 上我心花 心花 骨子好 祝福德国日子 德报 快落当初 咱不讨 谢谢大家